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秋奇妙游吧 周深与河南卫视早就结缘 细数下来 算上这次二者已经有了三次合作 一 周深在2021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演唱 若思念变思念 若思念变思念由崔道宁作词前雷作曲 这首歌曲于2021年9月19日晚 在2021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 中秋晚会上首次亮相 歌曲情感层层递进 诉说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遥香呼应 引发大家共鸣 就那个流行歌手灯口相说表演艺术家 逼着年龙二不主唱的啊 哦 她啊 诶 这不她来了 三 二 一 走 首先来之前是非常期待 因为之前也看到了很多 河南卫视做出的舞台都非常让人惊艳 然后也期待那么这次能够 跟河南卫视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舞台 来表达这个节日对我们的那种重要性 对 因为看见就是整个布景啊 就感觉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会把自己放进了 感觉像是放进另外一个环境 另外一个时代里面的感觉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一首 为咱们这次写的一首新歌 也是我经常合作的一位老朋友哦 其实还挺紧张的 因为很多时候观众朋友们对新歌 就是会毕竟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我觉得是一次挑战 就是整个就是中秋节的一个浓缩吧 应该是把所有人对中秋节的感觉 把它浓缩到一首歌里面 我当然有啊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会被咱们之前的一些 河南卫视的非常经典的舞台刷屏 然后就感觉非常的 很眼前一亮 而且会让你有一种怎么说呢 就是你好像以前 你一直没有记起的事情 突然看了这些舞台之后 哦这是我之前喜欢的文化 这是我们独有的文化 而且这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是我们一直都记在脑海当中 但是很少被提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这系列的一些舞台 人若思念变思念 也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也希望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去找到你所思念的那一份情感 二周深演唱《如许》 《如许》由叶小默作词《陈思源》作曲 这首歌曲发行于2023年7月1日 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 河南广播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社出品 歌曲歌唱《红旗渠经》 同样引起大众共鸣 周深演唱《大雨》 2023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 将于9月28日19点30分播出 周深将再次作为嘉宾 参加这次时代与文化碰撞的中秋盛宴 这是周深与河南卫视第三次合作 这次又将是怎样的演绎 大家都很期待 其实不管周深在今年的河南卫视秋晚上演唱什么歌曲 都会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这从周深与河南卫视前面的合作中就可以看出来 周深与节目组的选歌都非常有意义 今年肯定也不例外 周深 是我最喜欢的 对 因为我真的很羡慕 撒门好的人 对 我很喜欢唱歌 可是我一唱歌就压力三大 央视综艺你好生活终于定到了 上星期蹲了一晚上没看到一个影子 这次真的有了 深深和灰音红两个人第一次正式见面 太可爱了 仿佛掉进了夸夸群 偷偷分享小秘密 你们猜是什么 希望他们在节目里多多互动呀 你好生活四第十一集 本周六晚七点三十分 央视综艺频道播出 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哦 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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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秘密要告诉 我整个团队都是 超爱你的 包括我 真的 真的 我有秘密告诉你 我全家的东西喜欢你 好大的秘密 真的我没骗你 整个我的团队都超爱你的 其实我听过你好几遍 现场成果 对 我们在很多网会上的时候 就我在成果 我说怎么会天生声音这么好 我真羡慕你 谢谢 有那么好的声音 哇 您的眼睛 我最近有在影院看我爱你 哇塞 哭到一个 不行了 我觉得上天也是公平的 如果再给我散文那么好 真的 对 我们现在去好 好 你不用拿稿吧 不用 我就在后面就 好 久请 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微博名字卡布雷周深 很专业 记得关注我 前几天是去林静杰的演唱会 到家里一起合唱节奏 对 开心吗 超激动的 因为自己从小就是听这阶的歌 包括当然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出这句话吧 就是你很难去说 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 你很难去找一个没有听过这阶的歌 这阶就是一直陪伴着 一直说着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人 好像他好像很 很资深 也不叫资深 很经典就对了 反正他就是 所以很激动 就有一种自己圆梦的感觉 然后刚好唱的也是裹着新的光 就觉得自己也很像是 这么多听着这阶的歌 长大的人里面 一个人去站 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去站到这阶旁边去唱 就有一种圆梦的感觉 那想请深深当自己演唱会的嘉宾的话 总 冷宫要跟几步 第一步 先出道 因为这样我才听得到 第二步 没有第二步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所以给大家在了非常好的舞台 大家都是想是直冲天灵 盖子和 谢谢 我的感慨就是姐姐唱得太好了 因为在儿凡里面听歌手唱歌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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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的 仿佛是在录音棚一样 然后会感受到 就姐姐老师 就唱得越久 唱得越好 所以就会不停地 就希望自己像成为 姐姐老师这样的歌手一样去努力 所以其实在你们的儿凡里面 是听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对 我们可以听到彼此声音 而且非常清楚 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 深圳的高音特文 你还能好奇 你的嘴低音可以用到哪里 我的嘴低音 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望你 我等一下还有表演 这个声音很低了 很棒 唱跳翻唱杀手和不死之声 这个其实是四年前舞台 对 所以又重新上舞 跟大家挖出 手背考古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